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浸会大学 中医健康访谈节目《浸大中医在线》 在节目中请到各位中医专家、学者和中医师 和我们从中医角度讲解一下 不同病症的成因、预防、治疗和条理 相信大家都试过腹痛腹射 但如果长期反复发出腹痛腹射的话 加上大便出血很可能是患上股阳性结肠炎 这个病对患者造成极大困扰 今天请到从事多年的股阳性结肠炎研究的 辩少卓仁教授和我们讲解一下 辩教授,很多人都将股阳性结肠炎 我们唯一谈,两个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股阳炎有很多 有些人吃自助餐、醉餐完之后 很容易脱饿,饿完之后肚疼 或者是肚疼、肚疼的情况 但是我们讲的溃洋症直肠炎和股阳炎 其实完全是两件事来的 指面上来看是溃洋在肠里面 就是溃洋性结肠炎 我们说结肠部位有溃洋 但是我们没看到之前 你怎么知道是溃洋性结肠炎 跟临床症状方面有很大的分别 分别在哪里? 第一就是说它一定要有大便出血的 大便当中一定有血 我们说浓血便是溃洋性结肠炎 跟我们讲的肠里面当中最主要的分别 当然它要腹痛、腹射的情况 不过溃洋症直肠炎跟肠里面要多一些人 有些时候便是忍住大便 就是里吉厚重的情况 即是有腹痛、腹射、大便出血、里吉厚重 就是诊断为溃洋性结肠炎 这些症状出来就是说要腹痛、腹射 有大便出血的时候我们是高度怀疑 但是我们说一定要看到溃洋在厂里面 所以怎么知道溃洋在厂里面呢 我们一定要做一些检查出来才知道 是不是真的溃洋性结肠炎 那要做些什么检查呢? 我们通常做得比较多 就是做一个直厂镜或者厂镜 真的伸出镜下去看一看厂里面 到底是否真的要溃洋 但很多人会怕做腸镜 除了做腸镜之外 有其他检查可以做的? 是的 其实临床方面来说 确诊溃洋性结肠炎的时候 需要几个步骤 第一我们说临床方面正常怀疑 第二他需要做厂镜去看 但是不等于要腹痛腹射要病血要溃洋的时候 就一定是溃洋性结肠炎 需要排除什么? 需要排除到这个病不是因为其他的病原菌 比如说可能是一个细菌感染 可能是一个病毒感染的时候 它都有机会出现我刚刚说的 腹痛腹射出血的情况 但是如果我们找到很明确病原菌的时候 这个就不是溃洋性结肠炎 这是一种 不是的 我们要排除了它 另一种情况其实人状都多 比如说现在警察发觉 其实有个肿瘤 肿瘤其实本身都表现出来是溃洋 但是警察出来之后 做一些病理分析的时候 你发觉其实是因为溃洋 溃洋是因为肿瘤发生的 这种情况我们都要排除了它 另一种其实现在都有一些病人都多 你比我说他做了一些放疗之后 特别是一些腹部的肿瘤 做了放射治疗之后 电疗之后的时候 他容易出血 检查出来的时候他都要溃洋 但是这些是有电疗在前面 引起的叫做电疗之后的直肠炎 这种情况都不是溃洋性直肠炎 所以我们讲诊断的时候 需要有这些怀疑的情况做了场景 排除了这些一阶病之后 我们知道这个病是一个溃洋性直肠炎 病人如果想确诊是否溃洋性直肠炎的话 就要做腸镜 那需要有炎血 其他一些检查的吗 溃洋性直肠炎炎炎的指标都重要 因为在血里面一些特别的生物指标都会增加 不过单纯炎血未必帮助诊断 但是有好处的 很多时候 特别是溃洋性直肠炎的病 他吃肉的 或者是在治疗过程当中 看病的情况到底好了没有 他无可能下下都去场景 场景时间都长 肉都难 出血的时候 其实会看到血当中的指标到底是高了 或者低了 反映了这个病的情况 这个都会帮助病人在治疗方面跟随 这个病是能够预防什么成因的呢 这个病是能够很难治的病 原因是什么呢 到目前为止 现在未确实知道 这个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其实从18时期开始 已经知道文献症未能看到有这个病 不过没有一个确实的因素知道 这个原因一定是导致这个病 不过在近多年的研究当中 现在发觉几十事是很重要的 第一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当中几十事 很明确知道跟它相关的 第一是吃烟 然后发觉吃烟的人 产生溃洋症质炎的机会 比不吃烟的人过很多 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是饮食 饮食方面来说 特别是那些吃肉 红肉多的人 他发生这个病的机会 比吃其他食物的人过很多 第三种呢 其实他要发觉这个病当中 有一些刺激的食物 你明白吗 真是酒啊 那些其实都有相关的关系 所以环境因素在这个病当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样东西 现在知道 其实这些病的病人 如果是很紧张的时候 跟上紧张因素 是这些病发病的一个因素 很多病人你去看他的时候 他都很记得告诉你 其实是那段时间 我加班加了很多 加多了之后 开始是很不舒服 但是又没有时间要用 那病就要来的了 来到吃了一些药 去当普通的床原体之后 有些时候是可以的 但是呢 未认真去看的时候 他是反反复复的 所以精神因素 压力因素在这个病当中 都相关的 第三呢 其实发觉 偽存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有些时候 如果你发觉 一个病人 他有这个病的时候 你找回他 他可能是爸爸妈妈 或者是姊妹当中 都有相关的病发生 所以从目前知道的情况 环境因素 偽存因素 压力因素 在这个病的认证过程当中 是很重要的地方 是很重要的地方 中医角度来说 这个病 会不会有什么形成的 或者哪些人会患到的呢 中医呢 如果你说中医的病 是溃洋腺直肠炎 其实是中医的明显当中 古代 其实没有这个病 但是如果你找回相关的情况 我指什么呢 他有腹痛 腹射 出血 这些反反复复发作的人 其实这个病是中医的 就是长痞 他有这个病名 中医认为这个病是因为脾胃有失 脾胃之后 因为润化得来的功能差 消化吸收能力差 所以因为失血导致的 所以脾胃有失 是这个病当中很重要的根本因素 来的 不过除了这个脾胃有失之外 我们说 很多病人都会 他时间长了 有些时候讲狗变成医 他会说 其实这个病 如果我吃错东西 不行的 我饮回这冻东西 过一两个星期 这个肠位都不妥的 饮死因素 特别是冻东西 是这个病人的发病过程当中 都重要 因为我们说脾胃要失 第二件事 很多人会觉得 如果咬回这些伤口的火气 失业的火气的时候 这个病的因素都容易的 如果真是多东西 处理不了那些 我们中医说 痙气屈肌之后容易发火的时候 这个病都会容易发生 所以说中医来说 这个病脾胃格式 是一个基本的东西 染色因素 包括痙气屈肌的因素 在这个病的加重因素当中 很重要的那方面 缘教授 中医来说 这个病可以如何预防 以及如何治疗 区癌症直肠炎臨床治疗 我们要分两个策略方面的原则 第一方面来说 比如说肌肌肌期的时候 病人要出血 要复射 要肚痛的情况 第一阶段 我们要很快去治疗 去出血 治疗去痛的情况 更多的情况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来说 他治疗了这些症状之后 需要有一个维持的治疗方法 很多时候 临床方面 有很多病人觉得 喂 我出血治疗了 又没有痛的 又没有痘的 那这个情况之下 很多人就容易觉得 这个病已经好了 但是是区癌症直肠炎这个病来说 他症状方面 没有不等于这个病完全好 需要有一个很长的维持的时间 所以我们说 策略方面来说 分一个肌肾期的治疗 另一个是维持时间的治疗 非常之重要 这个过程当中来说 维持治疗 目前是中医更西医 都有一系列的方法 也非常之重要 去帮助病人 会维持 可以解释到复发的机会 即即是无论急性期到晚性期 都可以 contribute来中医疗 这病的急性期和慢性期 我们说而对中西医医的方法 很好过单纯的中医 或者单纯的西医 究竟這病可否根治呢 根治這件事最難 我們臨床方面看許多來次的潰瘍前治療病人 其實他很多時候 特別是症狀停止之後 如果不留意 很多時候我們說他的品地是疲虛的 是失重的 有些人在引述方面不留意 壓力方面不留意的時候 容易複發 所以根治這個病難一點 不過這個病本身如果處理得好的時候 在維持中間的時間會相當之長 我們在臨床方面 都有些病可以完全停止腮肉 或者完全減少腮肉的食物的次數 用中藥或者用中藥一段時間 加上我們說的健康鼓勵 對自己會明顯減少腮肉的次機會 如何健康管理法呢 是否可以採取食療 來幫助自己減少腮肉呢 食療其實是健康管理當中 是一個步驟 健康管理對溃揚前治療炎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我們說這個病很多時候說 可能很長期跟著這個病的 這個過程當中做好健康管理 特別是幾個方面 你比我們說 飲食管理 比我們說它的潛水管理 比我們說它的生活方法管理 其實對這個病復發的減少是要很重要的地方 很多時候我們說 飲食管理中醫區有些特色的地方 我們通常說飲食管理的時候 你不吃得太冷的東西 這個病的情況之下 在皮膚要塞的 可以吃多些煎炸東西嗎 可以嗎 因為我養虛吃得煎炸東西 沒那麼養虛 煎炸東西的時候 對這個溃揚前治療都不行 因為煎炸東西吃多就容易失去化熱 容易失去化熱的情況 所以這個情況都不可以 很多時候說 有些人特別是慢性期 因為它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症狀 沒有什麼腹痛 沒有什麼大變出去的症狀 好像是喝酒 或者吃多點辣椒 這些刺激的東西 我們都不建議它去用 除了中醫這些方面的情況之外 我覺得幾十天都特別需要留意 很多時候我們說 吃多點纖維可能會好一點 輕微對溃揚前治療炎 特別是激性期的時候 我們要非常留意 其實輕微對正常人來說 對大便其實是重要的 但是溃揚前治療炎 這些病人需要控制的輕微量 每一天時間不會吃得太多 因為對這些溃揚其實都不太好 有些病人如果可能喝點鮮奶 牛奶 有些人喝完之後會告訴別人 其實一人就餓了 這些人不能喝點鮮奶 不過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是吐脂奶 脫脂奶就好一點 脫脂奶就好一點 引擎方面的管理 其實很多時候會明顯減少 溃揚前治療炎腹發的機會 很多時候都被人告訴你 我這次是因為那次吃衰了 吃衰之後可能要半年 一年的時間慢慢回復到正常的情況 所以染色管理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這個裡面其實如果你說得到 中醫的實料方法其實是幫到的 中醫裡面說我們針對 講回溃揚前治療炎腺的皮膚要塞的時候 其實平時可以煲一些湯水 你比我講用一些衣米 用一些磁石 用一些圍山 用一些腹裂 煲水 煲水飲的時候 中醫說健庇化室 這種情況其實房間很多人都會 平時煲湯的時候 會用一些東西放進去 其實這個溃揚前治療炎是要幫助的 剛才你提到乳米 但是房間有很多乳米 又是生乳米 熟乳米有沒有分別的呢 熟乳米比生乳米好 為什麼呢 熟過之後 它是健庇的力量又強高生乳米 明白 辯教授你近年做很多中醫藥 去治療腸胃病的研究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我們做了關於溃揚性治療炎 我們做了一個維持溃揚性治療炎 防止它復發的一個中藥的復方 我們做了一些動物實驗 發覺被老鼠 讓它有吉性的溃揚性治療炎 同時在吉性基礎上 用回用物 煤持它 讓它有慢性的溃揚性治療炎 我們的中藥可以防止它 防止它的溃揚性治療炎的復發 這個治療的後果是很好的 所以我們因爲這個臨場的結果 我們申請了一個美國專利 長遠來說 我們希望被這個中藥復方 發展到一個中藥的生育 去幫到溃揚性治療炎的病人 減少它復發的機會 希望這個月可以快點面試 讓那個人受惠了 我們是可以努力的 如果大家想多知中醫健康資訊的話 歡迎大家收看浸大中醫在線 今天很感謝便室長家手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很感謝你 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一定要到向醫院 確認我們 安全髮友 我們真的很感謝你 真的 對 我 我們